自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开始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加速发展 全球贸易体系不断完善 在这种背景下 世界经济迎来了同飞 截至2018年 全球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85.8万亿美元左右 但是在世界经济一片繁重的同时 部分西方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企业 就在全球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不断对他国的进口商品收取高额的关税 在部分国家带头下 全球多国开始纷纷效仿 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积极主动减税 为全球营造公平自由的贸易环境 做出了表率作用 据央视网12月24日消息 中国国务院关税税责委员会近日印发通知 自2020年1月1号起 下调包括冷冻猪肉 药品 纸质品 和部分高科技零部线在内的 859项进口商品关税 据悉此次下调意味着 中国共有859种商品 适用于比2020年现行最后国税率 还低的暂定税率 通知说 来自新西兰 秘鲁 瑞士 新加坡 澳大利亚 韩国等国家的商品的协定关税将下调 值得一提的是 自2015年至今 为了刺激全球经济增长 同时提高我国的进口产品质量 我国已经连续5次 降低了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 比如在去年7月 我国就曾在日用消费品上 大规模的降低进口关税 其中涉及1449个税务 平均税率有15.7%降为6.9% 有专家指出 中国主动降低关税 符合世贸组织的原则 同时对完善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 拉动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 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经济增长法律的关键时期 中国主动降低进口关税 对于全球具有重要的示范和表录作用 中国积极担当的精神 也赢得了满堂贺彩 23日英国卫报发文称 中国此次宣布降低这么多商品的关税 这着实令人鼓舞 德国新闻电视台在23日也点赞中国称 即便这面临来自经贸摩擦的压力 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 仍是全球最大的 它依旧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中国调整进口关税 这对德国等欧洲国家是一个新机会 在积极减税的同时 中国还作出承诺 在2020年 中国将继续对原产于23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 实施协定税率 另外一据报道 从明年7月1日起 中国还将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后国税率 实施第五波项税